资料图去年,俄罗斯唯一一艘航母古尊业祖父号,在维修期间突然遭受了重大事故,负责维修航母的船物,因为挺丁而导致船物沉没。 在沉没的同时,一座体重机,还重重砸在了甲板上,并打出了一个大坑。 目前俄罗斯已经没有办法修复这艘航母了,如果不求助中国,这艘俄罗斯航母还能够重返大洋吗? 俄专家说出了大实话,表示,这简直比登天还难。 目前俄罗斯只能求助中国,因为中国此前在维修辽民间时,再加上002航母的建造,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航母维修经验。 对于俄罗斯这艘航母,中国修起来,简直就是小菜一滴,如果俄罗斯需要,中国还能顺便帮俄罗斯这艘航母,来个中期升级计划。 资料图虽然,事后俄罗斯军方宣称,这不是什么大问题,航母会修好后重新服役,但这样的言论,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信。 苏联解体后的动荡气力,很多技术研究所关门,船场断壁求生,大量关键技术和关键人才就此流失,实际上,几乎是去了研制航母的能力。 之前俄罗斯说过很多次造型航母的计划,但到现在都还没实行,很大程度上,就是因为这个。 或许俄罗斯还有维修的能力,但在他们唯一可用的巨型服船物,这种船物俄罗斯有两艘,另一艘正在维修基洛夫及沉没后,维修也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,以至于是要寻求中国的帮助了。 12月28日,美国科技网站Next Big Future 在其官网上刊登了消息,称俄罗斯已经与中国达成了协议,用一些关键性技术,换取中国维修库号。 资料图据报道,俄罗斯用来换取的技术,是高性能借用燃气轮机窝轮叶片技术。 这种叶片目前只有俄美两国可以生产,网站环报道这项技术,将用于银屋去逐渐的后次搜上。 这些报道最终证实了俄罗斯请求中国帮助的言论,也得到了专家杜文龙的肯定,证明俄罗斯终于放下了大哥的架子,向以前的小弟中国求助了。 至于这艘航母最终将在中国哪里维修,目前还没有相关报道出现。 不过应该也不难猜测,毕竟中国目前只有大连造船厂一个地方可以制造维护航母,库号要来中国,肯定也会来到这里。 但具体什么时间来,需要修多久,乃至会不会和妹妹聊您好碰面,都还是各位知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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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